換屆了 明年眾議院就要全部改選 但現在這個問題我認為是一個 人家說的茶壺裡的風暴 這個茶是指茶黨 茶黨在繞市 那麼這個問題 但是共和黨還會基於大局的考慮 還是會妥協 美國跟台灣是不是窮得只剩下鬥 我們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這次美國聯邦政府關門 其實對華府來說更是形成一個重災區 經濟學家預估光是在華府 因為政府關門一天的經濟損失 就有到兩億美元 其實過去有在週間的時間 華府有很多的公務人員 要進 downtown來上班 所以上下班的通勤時間 塞車是塞得很嚴重 那麼在差不多一個禮拜 政府關門的這段時間 你要爭取好處嗎 唯一的一個好處就是華府 最近上下班的通勤時間 比較短了不用塞車 在中午用餐的時間也不用人擠人 美國聯邦政府關門進入第五天 白宮前遠景照常執勤 博物館只有管理員留守 路上車子變少了 穿西裝的上班族也少了 走在華府市中心感覺很不一樣 聯邦政府關門 華府的遊客少了 也讓華府居民找回自己的生活空間 但這經濟損失一天兩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雇員被迫放無薪假 原本要來華府洽工的找不到人潭 行程取消 華府旅館業首當其衝 而市區餐廳業者感受也很深 過去每天中午 遊客加上上班族 用餐得要排隊 現在像個死城 自然科學博物館關門 唐太博物館關門 門上告示牌都寫著 因應聯邦政府關門無法對外開放 遊客只能忘門心探 今天早上直到白宮嘛 還有到國會嘛 國會也不能進去 本來這個行程是有安排到國會裡面的 林肯健康也不能進去 只在外面而已 走馬開放話而已 所以在車上啦 車上旅遊啦 失望嗎 失望失望 本來是說他現在是車子要開尾飯店的 後來大家抗議啊 因為我們一個團體就是五十幾個人嘛 那麼所有景點都關閉呢 旅客們怎麼用石油間呢 對不對 景點還可以遠遠的拍一個 那最重要的林肯不能進去 博物館也不能進去 那旅客怎麼用午餐呢 那光看外觀這樣夠嗎 當然不夠啦 旅客就很不滿意啊 但是不滿意 照顧導遊都沒辦法 四天下來公園內的垃圾桶也滿了 國家公園管理處沒人上班 當然垃圾沒人清 華府市長看不下去 在今天宣布 聯邦政府關門期間 將會負責這些公園的清潔工作 現在的華府 在剛才我們看到標題上寫的 居民覺得像鬼城一般空蕩蕩的 沒有什麼人 其實呢 想想還蠻諷刺的 因為過去歐巴馬在上任 才12週的時候呢 當時正逢大衰退最為嚴重的時期 歐巴馬在那個時候發表了重要的演說 美國經濟重建 以及再平衡的演說 在當時呢 大家對它是寄予厚望 在2010年 歐巴馬宣誓要在5年的時間 讓美國的出口翻倍 不過回頭來看到 美國現在受困在這種政治僵局裡頭 副院長 其實歐巴馬當初許諾給大家的 現在變成一個白日夢一場了 嗯哼 所以這個 就是說這個政治人物 當然吃一時比一吃遠 就跟回到突然想到 我們的馬總統也是 當然就說 因為朝野的對立 那很多的東西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規矩 台灣的目前的一些政治的現象 就是藍綠對決 兼閉親野 兼閉親野 然後媒體嗜血 見縫插針 然後再來就是 官員未卻 進退失據 最後就是民粹當道 百事不取 我想美國的兩黨這些對立 事實上給台灣一個很大的警訓 因為全世界現在有幾個國家 都是這樣的情況 特別是印度 多數服從少數的也是一樣 比利時曾經 三百天選不出總理出來 台灣的藍綠對決 美國的共和民族的一些對決 所以呢 事實上政治是一個妥協的藝術 剛剛那個陳老師提到就說 我怎麼樣 讓彼此不上大元氣的情況下 來相忍為國 把國家的利益 制到這個 這個黨派個人利益之上 所以從美國看到台灣呢 窮到只剩下鬥 給台灣一些什麼樣的提醒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美國目前被只有15%的查黨議員給綁架 而在台灣呢 我們某種程度來說也是被綁架了 被只有10%滿意度的國會給綁架了 兩者狀況看起來是有些類似 我們剛才是說窮得只剩下鬥 就這個觀點來看 其實楚董 你看台灣目前的僵局跟狀況 是不是也覺得非常擔心 我覺得經濟的事情是前人種樹 後人納粱 那如果前人沒有種樹 後人怎麼納粱 就只能一直曬太陽曝曬 對 你看過去幾年 台灣的電子業真是滿強的 為什麼 在196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新竹科學園區吧 開始衍生出來 後來整個經濟的發展 但我覺得這幾年 真的台灣都沒有在動 我覺得是最大的事情 結果我們花了很多事情都在做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經濟在朝向於代工 所謂代工就是cost down 就怎麼樣讓這個成本越低越好 去展現我們的競爭力 這種情況之下 也把所有的薪水全部壓縮了 因為它是成本之一嘛 那這種邏輯思維 我覺得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就像最近那個iPhone 5S出來之後 台灣的代工的錢 它整個的成本大概218塊美元 台灣的所謂代工錢只佔了7塊多 養了這麼多員工 它的利潤大概只有7塊多 所以非常的辛苦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比較麻煩 另外我還是覺得 最近不管是全世界很大的問題 就是貧富差距的問題 我覺得那是問題是非常大 貧富的差距造成階級的對立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造成經濟結構上很大的問題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一個人有100億 他一年消費1000萬 基本上已經算很多了 但是如果這個100億 有100個人 每個人持有1億的結構的話 一個人消費300萬 加起來是多少 3億 一個是1000萬還是3億 加起來30倍 現在狀況是金字塔的頂端 這些人擁有非常多的資產 中產階級已經消失掉了 中產階級的消費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覺得美國 台灣全世界 因為QE的問題 造成整個資產結構的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人家看QE錢撒下來 事實上漲最多什麼 這幾年就是房地產嘛 有錢的人 房地產一直在增加 那股票市場 事實上有漲 但是沒有像房地產那麼離譜 那這種情況之下 窮者基本上沒有機會了 富者更富 那這我覺得對經濟結構 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剛才老師有講到 這個美國當代經濟學家 薩克斯提到的這種道德危機 我認為呢 很多的經濟分子 根本上是道德淪喪的狀況 當一個政府不把公眾利益 放在第一優先考量的時候 就看到種種問題 是全面性的曝露出來 所以老師你怎麼來看呢 包含台灣 在這整起事件當中 我們應該要有一些 什麼樣的提醒對自己 我想美國的這個政治學者 一故的這個Huntington 他就曾經說過 政治的機構和政治的理想 中間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這個差距呢 很多人都說要把它改革掉 改革掉當然是很好的一個政策 但是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但是改革常常會失敗 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你改革會低 你可能碰觸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另外你改革 你改革的慢 保守 那個這個改革的慢的話 極境派認為你太慢了 那麼改革的你稍微 但是在保守派眼中 你說不定改革的太快了 最主要是你傷到了 那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那麼這個情況下呢 你如何讓這個 對於一個社會的一個這種機構 或者是他的一個這個政府部門 跟他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說 人民如何去面對這個狀況 所以說從他的 經過他幾十年研究認為 他說不能夠太急 任何過急的改革都會容易失敗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能這個政治 我們的政治人物呢 要從美國這邊學到的 美國大部分人 那麼多年來的這個問題都解決了 為什麼這一次特別嚴重的聯邦政府的關門呢 因為大家都意氣用事 但是我相信最後還是會回歸到正常 但希望解決僵局的時間 能夠越快越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感謝你收看 我們再會 請進來 請進來